3月1号 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应约同乌克兰外长库列巴通电话 库列巴表示 乌方愿同中方加强沟通 期待中方为实现停火 开展斡旋 王毅重点就确保中国在乌公民安全表明立场 督促乌方承担相应国际责任 王毅强调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在乌中国公民安全状况 撤离在乌留学人员及侨民的进程正在推进 中方赞赏乌方开设外国侨民撤离专列 希望乌方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确保在乌中国公民安全 并继续为中国公民撤离 提供保障和便利